据新京报,近日,北京消防部门通报了 今年2月份以来,北京是发生的 28起电动自行车火灾案例 其中一起发生在室内 据了解,男子刘某家住通舟区 一高层住宅楼的27层,2月22日下午 他将自己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带回家中充电 刘某表示,当天他在小区楼下充电桩充电时发现 充电桩自动断电,电池充不进去电 于是,他便将电池带回家中充电 据悉,刘某将电池接到了 客厅电视柜下的一个插电板上充电 没一会儿,电池冒出了白烟 刘某立即将电池带到屋外的走廊 走廊里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事发画面 不到10秒钟,电池便起火 之后数次剧烈爆炸,火光四射 熔烟很快充满整个走廊 电池起火爆炸后,触发走廊的烟杆报警器 小区物业的微型消防站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往事发居民楼 同时,环球影城消防救援站 玉桥消防救援站和可布店小型消防站 酒车,48名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往现场处置 小区物业的微型消防站队员 先于消防站到场并使用烈火器处置 幸亏电池没有在室内起火爆炸 不然后果不开设想 加之走廊没有其他可燃物 电池爆炸后没有引发更大的火灾 现场过火面积一平方米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没有人为什么 preci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里面无垃圾